哈喽大家好我是葡萄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临时的穿搭视频 第一套就是这样一个浅色的机车夹克 配上一件胆袖的craft top和高腰裤 机车夹克是浅色的 所以我就尽量选了一个不太深颜色的裤子 那鞋子配的也是上一次穿搭视频里面出现过的 好像这双鞋子其实我收到之后就只出现过在视频里面 就没有穿出去过了 穿出去过一次去买菜 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出街的机会了 然后外套脱下来就是这样非常显瘦的一套穿搭 配饰方面这两个戒指应该就很眼熟了 是一个日本的品牌叫TEN 这个就是我姐姐送给我的 我不太记得这个什么品牌了 这个是之前买的一个Naison Margiela的儿竞 它项链也是这样银色的像链条一样的 比较帅气的这种感觉的项链 一件白色Polo衫配上一条古着的就是这种包裙 这件Polo衫是我好久以前在桃花上买的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 然后我在自己夹了一个背带上去 穿的也是一双Gucci的乐福件 然后还要加上舌身的标配就是珍珠奶茶 还有一个看似很多天没有洗过的头发 因为太用功了所以一直在复习没有时间洗头发 就是这个设定 这件呢就是一条Usemiake的红色连衣裙 因为这个衣服最近提起它很宽松嘛 所以我就把它系在上面了 你这样子穿就是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还挺会穿的人 有一些这些巧妙的心思 所以我可以让整个穿搭比较多样化吗 最后一套了 我穿起来怎么有点像去刷漆的人呢 其实还蛮活力的 然后配的是一双1970的矿威 这条连体裤我是觉得它整个这个裤腿的版型做得很好 你看这样看特别显瘦 而且显得腿很直 那时出门就是去买菜什么的时候不知道穿什么 我就直接掏上它就走了 虽然我今天穿的有点像个杀骑工人 因为我想着这条连体裤没有正式的跟大家见过面 所以今天呢就让它压轴出场 然后给大家认识一下 好了你们现在可以自我介绍了 好了这就是最后一套了 大家看一下 已经要夕阳夕下了 终于拍完了 其实这才是我的常态 这是一件宽松舒服的卫衣 啊对这件卫衣是Canto Mando的一个周边 然后一条睡裤 还有人字托 但如果你们说整次视频下来 你们最喜欢的是这一套 我真的会生气的 你们要敢说我真的是风杀你们 我明明擦过镜子了今天 就是那一块其实是我擦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字 不想回去 我今天整个下午都是呆在这个院子里面 好爽哦 好我们真的要说拜拜了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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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